大家好 我是琦姐 琦姐今天利用煮飯這段影片 一邊煮一邊跟大家聊天 我見到有位觀眾留言 琦姐 你家裡有沒有廚房? 你煮不煮飯? 都問得多好笑 不會沒有廚房的 每間屋都有廚房 煮飯這家食物我不是經常煮的 現在有時都會外出吃 碗頭也會出去喝點東西 出去吃 煮是有煮的 但不像唐人的餐 煮幾菜一湯 不是攪那麼多 我家裡是吃西餐為主 所以很簡單的餐 好了 這些就不說了 我看到觀眾留言 講到琴瑤 她說她人都走了 我們就無謂說那麼多 其實對於這個問題 我自己有一個看法 雖然你說一個作家走了 那對於她的評價 怎樣概觀定論 這些各有各的說法 大家都有一個評價 個人覺得她一向都是寫言情小說 在講愛情小說 我們是有很多幻想的 對於看年輕的時候 對於這種電視劇也好 電影也好 因為那些主角都是英俊美女 我們一切都是覺得很美好 很完美 但是當現實說給我們聽 那個作家 詩得不是那麼光彩的時候 我們多多少少是有感覺的 作出的評論也是很理所當然 怎樣的一個評論 當然是根據個人的一些感受去講 因為她不是一個路人甲 如果是一個路人甲 她做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是無關痛癢的 對於大眾 但是她在台灣 甚至是華人都知道 有這個人的存在 也都看過她的書 看過她的電影的時候 當然對這個人 有一種比較高一點點規格的 那種期待 可以這樣說 隨著觀眾和讀者的年紀 傾向成熟 也都對於這個人 無論她的品德 詩德各方面 我們都希望她是一個榜樣 但是事與願為 並不是 其實都不是單止她的 你現在是宏觀很多 氣行裡面的老氣骨 都是 有些扮大俠的 但是她的詩德也是很差的 雖然說螢幕上你是大俠 但是她居然說出一句 她如果在街上 遇到她自己的親生女 她都不會認得的 你聽到這些說話 你覺得很嘩然 你對於那個所謂的大俠 那個形象是重新去審視的 難怪當時有位影壇大哥 訓斥她 當時也有傳這位大俠 非常之風流 到處留情的了 但是我們住在海外的人 都不是太清楚細節的 但是通過那個學生王子 影壇大哥去訓斥她的時候 慢慢去了解 原來這個人 也是一個渣男 歌聲也是 其實一大堆的人 你說平民百姓有沒有 是 平民百姓也很多 直直無民的人也很多 但是很多人不認識 很多人沒有用另一種規格去想像她 所以就是另外一回事 也看到有一位網友留言說到 有一位林姓的歌聲 她也提了兩次 其實這個藍歌聲也是一個陳世美 她當初直直無民 未紅的時候 她的前妻 就已經是 位高權重的一個 唱片公司的管理層 可以說在捧紅她的路上 也都出了很多力 但是回過頭來 這個陳世美就是 反面不認人 居然勾搭上同公司的 另一位女歌聲 那個前妻就成為了 為人作嫁衣償的白樂 這件事大家也要 take a lesson 愛的付出 是無私奉獻 但是有時 真是落得一個 這樣的下場 都沒有說不唏噓 男人變起心上來 真是無藥可救 所以很多人當時都跌眼鏡 但是插足別人 婚姻的人 她得到了 亦都是不是 她想要的東西 還是真是 好勝 為爭一口氣 就這些 真是要看她個人的 私德 那個品格 其實現在 這一位的男歌聲 我相信也都六七十歲了 你說要怎樣唱都唱不到 多少唱歌的了 那些記者幾年前都拍過她 在香港那些街區公園 很孤獨地坐著那些公園的長椅 來吃著一盒那些燒美飯 而她那位的小三上位的老婆 那位歌聲呢 就傳到沸沸揚揚 不知道真還是假 就說 紅杏出場 都有情人 她們其實早就已經是茅合神離 名義上是夫妻的 那又何必呢 是吧 拆散頭家 那到頭來又怎樣呢 這些真是無話可說 對於這些人 好了 那說一說 我今天就是煎豬扒 很簡單的 那這些豬肉 它就比較高品質一點 一塊就七個多 一塊就八個多 如果這兩塊豬扒 合起來的錢呢 你去一些 比較好普通的肉店那裏 那裏賣到成條 那些豬扒肉回家 很多磅 這樣托回家 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不是吃得太多 所以在肉的品質上面 就講究些了 因為我們現在上了 這麼上中老年的年紀 吃東西就有個 不是說你可以吃很多 之所以不是吃很多 就在乎那個肉的品質 我就去切一切 剁一剁這塊的豬扒 醃一醃味 很簡單 我用一些法式的香草鹽 醃一醃 給一些微軟 給幾滴的美極鮮醬油 就這麼簡單 繼續說回我們的話題 因為這些是手板眼見功夫 每個家庭主婦都會煎豬扒 為什麼我有兩集都說到瓊瑤呢 我就覺得因為她插足了在林婉珍的婚姻裡 長達十年 其實那個原配都很傷心很痛苦的 試想想把角色代入自己 你想想 那個先生每天回來 這個都不是去過家的了 只不過呢 就是回來 可能換衣服啊 睡覺啊 吃飯的 那個心都已經走了 你想想 如果你們身邊的女兒 或者自己的媽媽 或者自己 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會不會還有 多多少少少對她有 測忍之心 或者同情之心呢 是很痛苦的 我見過很多 婦女 當她知道丈夫外遇 也都是知道那個局面 也都很難挽回的時候 那種的痛苦 是哭不出了 溫哥華很早就有太空人的故事了 我一直說 我就沒有這樣的文采 我沒有辦法寫出來 如果不是 真的很多很多的故事 你在這裡聆聽 她心裡面躺淚 你是無能為力的 作為好朋友 你只能夠陪著她 淚眼對淚眼的 所以 有時候那些東西 真是 針不刺到肉 就不知痛 所以做小三這些人 我不知道她有什麼結局 其實看到林婉珍的樣子 她很有福氣 她並不是一個福薄的人 所以為什麼我說她是笑到最後的人 她沒有做錯 她生兒玉女 生了三個 還要在娘家裡拿錢來輔助的丈夫去創業 又如何呢 為人作嫁衣償 但是 你這一個作家 你是有選擇的嘛 你是有生活著落的嘛 你是不是非要這個男人不可呢 是不是要令到人家的家散呢 俗語有句說話 零測十座廟 不測一個家 你去看看人家 奧奧代步的小蚊仔 你看看人家的太太 你都這樣落得手的 你還要說是一個愛情小說的教主 所以我不管人家怎樣去評論我 對這個作家的一些看法 我都是平心而論去說的 我也是人家的太太 人家的女兒 人家的奶奶 人家的外母 人家的媽媽 我教我的小蚊仔 真的 你準備好了 你有這樣的責任心了 你才好 丹氣頭家 如果不是的 你不要害人害己 我的小蚊仔很小 我就已經跟她說了 大概是六歲 七歲 我就已經跟她說了 我用動物的比喻來跟她說 那些兒童潰本 很多有那些 鴨媽媽 那些天鵝 潰本的兒童毒物 我就已經跟她說了 什麼叫做家庭責任 不是這樣的做人 所以 就算很多人覺得我 說的話 可能會冒犯了這位作家 我覺得 我是堅持我的原則 所以 我說這麼多東西 我拍過千幾條視頻 我每說一件事 我無論是真實的故事 身邊朋友發生的事 我都有我自己的立場 人家怎麼看的 I don't care 總之 人真的有一個良知 有一個 慈悲之心 有些事是做得 有些事是不能做的 不是說 相逢恨晚 你就可以插著腳去破壞人家的家庭 這件事 說不定 說不定 你這個人有多famous 都好 而且 放眼望去 很多做小三的 都沒有什麼好的 很圓滿的結局 當然 你說 現在說回 何痴痴來說 他們兩個不屬於小三小王類別 他們兩個就是孤男寡女 但是 他們為什麼現在 也引起這麼多民眾 對他們的評論呢 就是因為 他多多少少 他都是一個公眾人物 不是說 他是全世界的網紅也好 他自認的 那個全世界的網紅 但是你在公眾傳媒上 給這麼多人認識 你說的話 你的言行 你是不是 要有一個規格 不可以這麼難答答 所以才有這麼多集的人 在這裡 說這件事 就是因為 我們對於 一件事 或者一個比較知名些的人 我們會對他有個期待 不是這樣做的 對不對 一言一行 怎麼可以這樣呢 所以 怎麼引申到現在 差不多成 兩三個月就一年了 這樣說 何痴痴的事 就是因為那些所作所為 激起民憤 對於自己的子女 可以說綁足筒子的 何痴痴 口口聲聲說有個兒子 但是大家有目共睹了 他的兒子 有很多個傳聞 又說他的兒子是淘寶買回來也好 什麼都好 但是他實實在在 如果他拿到這間公屋 他一定是向房署去申報 他是有個兒子的 如果不是 憑何痴痴 是絕對拿不到一個 這樣的尺數的單位的 那麼現在的兒子在哪裏呢 他有沒有盡過 你無論是做媽媽也好 做監護人也好 你淘寶拿回來也好 你adork也好 你都應該有一個 照顧責任的嘛 但是大家看不看到 沒有啊 鏡頭前沒有啊 他現在回到大陸 朝食晚炒 好 他的兒子呢 在哪裏啊 他提都不提啊 所以 為何 他一直在說那些人 抹黑他 陷害他 污衊他 因為他的所作所為 令到我們看不過眼 所以才有長達大半年 很多做視頻的播主 不停去說 為什麼啊 就是這樣咯 所以你說 一個公眾人物也好 甚至現在做這些網台的播主也好 如果你爛搭搭搭的 粗口的 我相信 你不要說訂閱你啊 你真是能夠做多久 走得多遠啊 你條路 都是未知之數 有誰 入到你的網台 看你的視頻 全部都是粗口來的 爛搭搭的 說到爛到筆都筆不起的 我相信 誰願意看這些 沒有人願意看的 是吧 很多人對於外國長大的人 是覺得他們是很西化 那些家教啊 傳統觀念啊 就不及中國人 我現在慢慢看 並不是很多老華僑那些家庭 三代已經是一早移居了來北美的人 他們的家庭的華僑子弟 都是很有家教的 父母真是用一些很傳統的教育來教 新教研教 還有是要自己的子女去學習中文 學習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 裡面包括有很多儒家思想 有很多倫理道德 有很多東西 你是懂得這種文字 你才是看得懂 聽得懂 可能有一些地方 你會認住 那個地方應該是那個文化的發源地 但是它由於某些原因 那些傳統文化 它成了一個斷層 這個斷層是令到幾代人都失去了 真正的文化精髓的那種教育的基礎 所以你看看現在 真是那個 何痴痴就是一個例子 真是很失禮人 但是有沒有出於污泥而不染的人呢 有 也有很多 朋友是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 他們都是很循規道舉 很知書識禮 這些是歸功於可能他的家教 也都是他們自己本身 對自己的一個品德的要求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生長在海外的人 反而有一些東西 我們都不會這麼偏離那個軌道 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所以就是沒有家教 有時候那些人說沒有家教的 就是這樣了 還有一些很惡毒的 那些就不應該說了 有些就說 他有爺生母那教 這些也是不好的說話來的 但是真是家庭教育很重要的 現在有很多人離婚 對婚姻不忠 他根本上可能他的父母 從來沒有跟子女去講 關於兩性關係 都是婚姻關係的 回來喝湯啦 吃飯啦 今天有什麼新聞啊 今天又有發生什麼大事啊 但是對於小蚊子 他日後在一個人生路上面 有很多的他們需要輔助他們 去認識去明白一些歲月上面的人與事 很多父母是沒有教的 我真的碰到有這些個個案 但是很多華僑子弟呢 家裡無論你說台山話 新會話 客家話 很多家庭呢 家裡父母是有教他們 一些事情是該做 一些事情是不該做的 例如在外國 你見到有人跟著你出來 你就很自然地去拿著門 給你後面那個人 很多人都沒有 或者是Lady First 見到有女士的就讓一讓 我是這樣教子女的 有時候見到那些人 就是妄顧別人 然後自己衝進去 到門就裝了 我就跟兒女說 如果我的兒女在身邊 不要學她 她穿到新光頸漂亮都沒有用 她的品格是個垃圾來的 是一個垃圾佬 是一個垃圾佬 來的 千萬不要學 一個人一點風度都沒有 出到來 簡直是什麼 簡直是生翻 所以有些事情 你說開車門 或者是 拉著門 這些我一定會教子女 因為我父母都是這樣教我 有時候到樓下 倒垃圾都是這樣的 都放著門 或者見到別人拿著東西的 立刻就去 跑上前去 幫人開開道門 舉手之勞而已 為什麼要做到這麼自私呢 但是我也都見過 見過 我租過一個屋子給一個租客 他是留學生來的 自私到不得了 後來我就 直接忍無可忍 我都跟她說了 後來她都知道 她說她家裡沒有教她的 她是獨生子女來的 父母很縱容 我說其實呢 你的禮貌 你的謙卑 你很堪 這件事呢 是和你整個人的形象加分的 不是說你獨生子女 可以是一個理由 可以做到這麼自私的 不是這樣的 後來她都說 多得你啊 姨姨 我現在都是回到公司 我都改了自己的很自私的東西 是不是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是一個乖仔 好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啦